紙摺的企鵝 壓扁後丟在地上 瞬間彈跳恢復原狀 戴著狼皮面具的羊 一壓身體面具可以拿下來 嚇人的僵尸 還可以瞬間變臉成骷髏頭 摺紙卡片書 標榜作者是日本摺紙大師 中村開啟 民眾在臉書看到廣告 立刻下單買來給小孩玩 結果收到的摺紙書 完全走樣 有一點太誇張了 應該是記錯了 因為我們是看過 他的內容 所以才決定要購買 所以寄來的時候 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原版摺紙書封面精緻 強調日本原版 山寨版封面粗糙 而且還是剪體字 翻開內頁 原版圖案折線多 設計立體 山寨版折線少 感覺較平面 售價還比正版貴三倍 但令人最歐的 是山寨版折出來的作品 視覺矮版 完全不像原版 會動能玩 這個騙人的版 能夠做 彈跳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裡面是肯定會有一些機關在 那就不會想他所謂講的 就只要貼上去 或者是只要遮對犯 這個立體的東西就會出來 林小姐想退貨 但賣方從大陸出貨 事後又馬上將網頁下架 整個求償無門 不過小寶官提醒 網購風險大 收到貨品的時候 外包裝千萬別丟 上頭的寄件人是關鍵線索 寄件人的姓名 地址相關的聯絡方式 有這樣的資料 然後再去跟各地的消費者 服務中心那邊去做申訴 網購折紙書 花旗又受氣 林小姐說 現在退無可退 打算放棄 整本書變成廢紙 記得林小姐黃總與梁家文 台中高雄報導